刚才梁大说她要开公司 她是打算要出来做生意了吗 对 最近政策放开 梁大打算在上海做写字楼 这个萧然啊 是她的合伙人 看来中国经济真是要发展 连梁大这种大事也做得住 但是她做商业地产 又跟化工没关系 我又没法给她投资 她干嘛跑过来扒酒呢 人家对你热情一点就是花姐了 妈妈 梁大什么时候把我们家放在眼里过 去年我回国 她是连面都拿不露一下 你现在出息了吗 连爷爷都专门为你办了接风宴 谁还会看不清我 这倒是 现在怎么说我也算是荣归谷里扬眉土积 你也再也不能无事我 但是梁大这个转变也太大了 总之哪里有点不对劲 那个承议怎么说来着 吴世线 妈妈去求你不要再说承议 妈妈 那这还不是外公做的好事 说是不能忘本 天天逼着我和表姐被鼓吻 又没有人给讲解 最后学了一个驴头不对马嘴 小夕回来了 爷爷 爸 快进屋 快进屋 爷爷 慢点 你可回来了 想爷爷了吗 累了吧 还行 我怎么听老大说你要住外面 家里都给你预备好房间了 搬回来住 坐 坐 坐 来 坐 梁爷爷 萧然也来了 你爷爷身体好吧 好着呢 还偷我问候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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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林呢 盗林怎么没来 他们总行临时有个电话会议 私生爸爸这一集必须参加 现在已经结束 往上海赶了 好 好 好 高度厨房 菜慢点上 爸 盗林说 等二哥三哥到了 先开餐 不用等他 今天就请你们一家 没他们什么事 小婶 今儿小叔可是主角 对了 待会儿你到我房间 把那瓶茅菜酒拿下来 给你小叔喝 好嘞 爷爷 今天不是我的接风宴吗 爸爸什么时候抢了我的位置 今天这餐饭呢 有两个主题 这第一呢 就是表扬你 把外国人的资金带回来 报效祖国 有本事有出息 没忘本 这也是因为啊 你爸爸妈妈教子有方 这一功啊 记在他们身上 那第二个主题呢 第二个主题就是 庆祝老大 和萧然的公司正式成立 你爸爸作为长辈 主动为他们提供贷款 支持梁家第三代的事业 你说 你爸爸是不是比你更合适 作为今天这餐饭的主角啊 梁叔叔 您说的这些意见啊 我都一一地记下来了 回序我们就开会讨论 等新的商业计划书出来 再送给您过目一下 好啊 按照贷款的审核程序 重要的还是看底押物 你们是新公司 多准些材料 综归是没有坏处的 对吗 没问题 梁叔叔 您这也是在帮我们理清楚 公司未来的经营思路 我们感谢您还来不及呢 怪我怪我 这茶怎么能喝呢 不好喝吗 不好喝 明天把我吃饭的那个盒 明天钱给你们拿着来 老大 我们呀就住两个晚上 再说了 你妹妹不爱喝茶的 别折腾了 小婶 您不知道 那茶叶啊 是从我北京大酒手本 磨过来的 说是 在龙井山上 那几棵老树上踩 市面上根本就找不到 这一听就是好茶 那你可得给我拿过来啊 我给你拿过来 朱伟 你们接着开茶花会 我要睡觉了 听见没 人家小七啊 给咱们下诸科令的 跟梁叔叔聊天太投入 没看时间 梁小姐 耽误您休息了 梁叔叔 那我们就告辞了 那行 小婶 您先走了 您没有什么问题 给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好 走 我送送你们 梁小姐 晚安 小七 晚安 走了 梁叔叔 再见 再见 留步 怎么样 累了吧 要不然咱们就早点休息吧 爸 你干吗要给梁大汉们贷款 这话忍了一晚上了吗 人端啊 这次进步很大 终于没有在爷爷家就爆发 妈 你还笑 你还帮着她瞒着我 我想到那句诚意怎么说 不是献殷勤 非奸激荡 说的就是梁大汉们这种人 这事啊 你可不能怪妈了 是我让她不要告诉你的 难怪梁大说 她小的时候 得罪过我们家诺诺 现在啊 还怕着你呢 爸 来来 你给我坐下 好 我反对给梁大他们贷款 并不是因为什么童年恩怨 而是出于专业的角度考虑 办公楼的建造 出租 销售 维护 是非常复杂 而且专业的行道 这个领域外行根本就做不了 所以世界上才会有 地产界五大行的说法 人家那是专业的带领机构 就凭梁大他们的能力 办公楼建好以后 就等着快速折旧贬值吧 我们说话不能太武断 关于如何营利的事 我问过萧然 萧然的思路很清晰啊 萧然想要出租赚长线 思路是没有错的 可是该如何出租呢 整租还是分租 如何筛选出优租的租户 如何划分办公区域和商业区域 如何最大限度地吸引人流量 还能保证租金最大化 这些他们懂吗 中国经济最大的特点 就是高次增长 尤其是难寻讲话后 政策大力好释放出来 增长可以说更加地快速 萧然和梁大 在这种时候敢于下场 本身就领先了其他的竞争者 爸 你太乐观了 我们华尔街有一句名言 别人贪婪是谨慎 别人谨慎是贪婪 越是市场好的时候 就要越懂得规避风险 我知道 梁大 他有爷爷还有他外公做担保 当然还有大伯家里那些 职机非常高的亲戚 他们有的是权利和办法 保护梁大不受伤害 但是商业是商业 梁大不受伤害 不代表爸爸放出去的贷款 就安全了 你说的这些 对于梁大和萧然他们很重要 我会提醒他们 树立规避风险的意识 爸 我是要你规避风险 梁大他们是死是和鬼才关心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是为了爸爸好 可这件事你也清楚啊 爷爷出面了 爸爸总不能 连爷爷的面子都不给吧 再说了 既使梁大不成器 那萧然也挺精明的呀 萧然越是精明 事情就越是危险 真正遇到大的风险的时候 萧然这个人 一定会把梁大给骂了